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朝政府奉行支持藏传佛教的政策经常把佛珠赏赐给属下各级官吏将领 也把佛珠当作礼品进过我们一般采用的是乾隆时期的定制 在可之前 潮珠拿在手里或不佩戴的潮珠和组成潮珠通常有身子 搏头 背云 纪念 大队 最小六部分组成背云在背后平长 我们在画像里是看不到的一张复杂而详细的示意 除潮珠的构成有深刻的含义 一百零八颗东珠代表 一年十二个月四个红山谷节珠象征春 下 秋 东四个季节 下垂于背后的佛头背云 寓意一团复始三春绿松时 纪念表是一月中的上 中 下三个循迹朝珠的礼节 男女有别男性穿朝服和吉服时 皆挂一盘朝珠女性穿朝服时配 挂三盘朝珠穿吉服时 配挂一盘朝珠孝宫人皇太后朝服 向清代皇后穿朝服时中间配 挂东珠朝珠一盘左右 奸邪化挂珊瑚朝珠 各一盘君臣 有别皇帝朝珠用最珍贵的东珠青 乾隆欲用东珠朝珠四天穿蓝色朝袍 以清金时为之四的穿明黄色朝袍用密破珠朝日 穿红色朝袍用珊瑚珠西月 穿越白色朝袍用绿松石珠印石 吉其服进吉服皇子 亲王 亲王世子 郡王 朝珠不得用东珠于随所用 金黄涛皇子服进朝服朝珠三盘 珊瑚乙 秘化二吉服朝珠一盘 金黄涛鸿鸣 陨石之子吉服官员本五品 五四 品级以上品级才可配朝珠朝珠 需要官员自己出钱去买 但由于用珠宝做的朝珠玩五 价值千金有些官员根本买不起 容凑 就凑 或就用一些比较差的宝石 或者撂起玻璃 也有用木头的凑合在佛头 背云的地方用好一点宝石打发过去 虽然大家是同朝为官看看胸前的珠子就能知道 彼此的大刺这感觉就跟背着名牌包包出门一样 有钱的人 每次换一样 没钱的挂着还 宝带艺术与设计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